微软联合创始人兼前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周一 在推特上发表声明称 将与妻子梅琳达盖茨结束 其长达27年的婚姻 微软联合创始人并热心善家的比尔盖茨和妻子 共同积累了1240亿美元财富 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五对夫妇之一 比尔和梅琳达在声明中写道 在经过深思熟虑 并做了许多工作来挽救关系后 我们决定结束这段婚姻 这对夫妇于2000年共同创立了慈善组织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据基金会官网介绍 自成立以来 该基金会在促进全球健康以及扶贫方面 共花费了538亿美元 我们养育了三个非常棒的孩子 并成立了一个在全球运作的基金会 旨在使所有人都能过上健康 且富有成效的生活 声明中说 我们将继续秉承该使命的信念 并继续在基金会工作 但我们不认为 在生命的下一个阶段 我们还可以像夫妻一样共同成长 这也是近年来第二起 全球顶级富豪离婚事件 2019年7月 亚马逊CEO杰夫·贝索斯 与前妻麦肯齐·贝索斯离婚 结束长达25年的婚姻关系 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排名 贝索斯为全球最富有的人 其净资产为1970亿美元 比尔·盖茨排在第四位 其净资产为1460亿美元 此次盖茨夫妇离婚 两人的财产分割 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比尔·盖茨的净资产最初来自微软 但现在这家软件制造商的股份 可能只占其资产的不到20% 多年来 他将大部分股份 转移到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据税务文件显示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如今拥有超过510亿美元资产 是全球最富有的基金会之一 2020年 比尔宣布退出微软董事会 FactSet数据显示 比尔·盖茨目前拥有 微软1.37%的流通股 价值超过260亿美元 平常计划